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做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由他最喜欢的一个小说 科幻小说叫做《三体》 其中的一部叫《黑暗森林》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看到Alice 假设在UniSwap 上面做了一个交易 那我们知道做完交易之后 会 broadcast 到 memory pool 那miner 的话呢 就是到 memory pool 里面 去收集 transaction 打包 然后就是照着 gas price 比较高的 他会先打包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以太坊的交易的规则 但是在现实的环境里面 其实在背后会有非常多这种 arbitrage bot 就是套利机器人 那他做什么事呢 举例来讲 例如Alice 这个交易有利可图 例如这个交易可能可以赚一颗 ETH 那arbitrage bot 这个叫套利机器人 他就复制Alice 的这个 transaction 然后用比较高的 gas price 送出去 那我们知道就是 gas price 比较高 就更容易被矿工打包 那这个时候 Alice 的 transaction 就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他的交易就会失败 那第二种就是 他会用比较差的价钱 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例如他可能想要用一千块买一颗 ETH 那经过交易机器人之后 他可能要用一千零一十块 他才能买到他原本预计的那个 ETH 好 那这是一种行为 就是套利机器人会 就是用更高的 gas price 去取代 那另一种呢 是他们直接跟 miner 就是矿工做私下交易 也就是说他跟 这个矿工说 只要是我这个机器人送进来的 就是只要我这个 address 送出去的 transaction 不论什么条件 你都直接帮我打包 好 那 这边的话就是在 以回到刚刚的例子来讲 就是黑暗森林 也就是说 Alice的这个 transaction 曝露在这个公开的 pool 所以背后 其实在我们现实的以太坊的这个 生态里面 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套利机器人 以刚刚的例子就是 就是藏在深处的猎人 那他就会把你的 transaction 给剪走 然后并且取代 所以就会造成你可能会有交易失败 或者是让你的 嗯 你的你就让你没有得到你该原本有的利益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 然后接着我们就切到我们的主题 NEV 那它的缩写其实是 minor extractable value 但是啊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说法啊 就是 嗯 因为其实刚刚很多套利的行为不一定是minor 它其实是有一个 专门在做套利的 的机器人 然后后来 会受到矿工的抗议 所以后来就改名为 maximal extract value 就是最大化的 可抽取的价值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就是 我们来定义NEV 到底哪些属于NEV的范畴 那第一个就是minor的transaction fee 那这个就是 我们大家所知道 就是矿工打包你的交易 会收的手续费 这是第一种 广义来讲这个也算 那第二种是像uniswap 或DYDS Oracle 这种需要外部 系统进入的 我们以uniswap的例子来说 uniswap其实它就是一个s乘y的曲线 那它要怎么把 就是限时价格带进 uniswap这个交易平台 那它靠的是 我们现在假设一颗eath 可能是1000块好了 那外面的世界 在uniswap上面是1000块 那在外面的世界可能已经涨到 例如 1100块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 uniswap这边可以买到1000块eath 那我拿去中心化交易所卖 那我就可以卖1100块 我中间的套利就是100块美金 那当越来越多人发现的时候 它的价钱就被慢慢买上去 会接近到跟外面的价钱是一致的 那这个 这个其实也算是nev的一种 因为它也是这个链上可抽取的价值 那我们看到前面这两种 其实它都是属于好的 它其实是一种 经济模型的设计 它幼时的这个系统或这个生态是可以 稳定的运行 不管是矿工的交易手续费 它激励的矿工去做这件事 或是uniswap 它的这个 系统设计这个套利的行为 让大家可以让uniswap的价格跟外面是一致的 那第三种就是front run跟sandwich attack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 它对这个生态其实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后面的讨论 基本上都是针对第三种 这种比较负面的攻击来做探讨 然后我们来看nev 会对整个生态造成什么影响 第一个就是它会造成network 跟chain的conjunction 然后这个间接就会造成我们的 那个gast price升高 我们这边看一个例子 就是跟刚刚的例子一样 Atlis送了一个全车选到memory pool 那我们假设一样 Atlis的这个 的这个全车选可能它有一颗 eath的套利 就是它做这个全车选 它可能拿去外面卖 某个它的资产 然后它可以赚到一颗eath 所以我们定义这个套利的行为 可以赚到一颗eath 然后接着 跟刚刚一例子一样 这个套利机器人进来之后 它发现这个交易有利可图 那它就是取代它的这个translation 用更高的gast price 所以这时候交易机器人它的套利可能只剩0.9颗eath 那接下来下一个机器人发现 这个translation有0.9颗eath的套利空间 那我一样去做 对这个translation再去做套利的行为 那我可能可以得到 我用更高的gast price 所以我的获利可能只剩0.8颗eath 那依此类推哦 这个translation就会到最终 到无利可图的时候就会停止 那这样的行为也就造成说 原本明明只是atelis的一个translation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它就涨了 多了三个translation出来 而且atelis的gast price可能只设 例如本来只设10G好了 那最终因为竞标 可能最终成交的 这个translation这一笔交易 可能会到达50G位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样的互相套利 就是套利套利别人的这个行为 Buds之间的竞争 就会更加 就会很明显的造成这个gast price的升高 那第二种是chain的congestion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知道只要translation 送进去memory pool里面 基本上都会被打包 不管是成功或失败 所以我们以刚刚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最后一个黄色的 这个全身选字成功了 就是绿色这里写的 Winning from wrong 那其他的剩下三个 其实就会 一样会被打包 是在这里 Failed Transaction 那我们知道 假设这个成功的交易 可能花了100K的gast好了 那其实失败的 失败的不会花这么多 那他假设可能也花10K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三个就会造成这个链的 30K的交易 占了30K的交易空间 那他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他因为这样的现象 间接也会造成 那个gast price的再度升高 那第二种是 就是会对链造成一种危害 就是 因为NEV的 我们知道矿工他收取的钱就是 出块的奖励 跟交易的手续费 那假设他这个时候发现有一个 NEV 有一个可以套利的机会 远大于这两个商家的话 那他就有动机去re-org 做re-org 这件事也就是说 他发现这个交易 我想拿但最后不是我拿到 那我就会想办法去 重新再打包一次 然后这时候就会在短时间内 会造成链的不稳定 就是会分叉 那因为大家都想打包自己的 然后这个就会造成这个链的 链的不稳定 那这两个是主要NEV造成的 比较负面的影响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 NEV的一些统计数据 那NEV的这个概念其实 在更早以前就 就被提出来了 但真正到数据化是去年 去年有Flashbar这个组织 然后他们就开始统计了这个行为跟数据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数据 其实是从去年的1月开始 那这个图表写的是这个总共累积的 NEV的价值 可以看到从去年的1月到现在 大概是750个Million的美金价值 也就大概7亿5000万的美金 这是相当大的这个利益 那我们第二数据看到就是12.5个Million 这个意思是说呢 就是失败的交易 就是你套利跟人家竞标失败的这个交易 总共你花了12.5Million 美金价值的这个GAS 相当于是1250万美金 就是你光失败就是花了这么多钱了 那我们其实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到这个 NV的价值呢 其实相当的大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就会 因为DeFi现在越来越蓬勃 所以能够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多 然后也造就了这个整个市场 所以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的大概第一Q左右 这个GAS price其实相当的恐怖 然后蛮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这样的套利行为所造成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成功的NEV 也就是说它成功的抽取的这个里面的价值 然后它是透过三个pool的 它跳了三个pool来做套利 它从Balancer的ETH USDC的pool 跳到SushiSwap的USDC跟SIL 接着又是SushiSwap的SIL跟ETH 跳了这三个pool 然后它总共花了12克ETH在交易手续费 以当时的价格来算的话是14.1k 也就是14000美金光权Session fee 然后但是这个套利可以得到16.7颗ETH 将近20k的套利 所以它这个套利大概是赚了6个ETH左右 5k多 就是5000多美金 大概2.5kETH左右 那这个是当时的这个Transession 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 那我们接下来看 这一个Transession的数据 它总共花了51.6k居位 才赢得了这个竞标 那51.6k是51600个居位 那我们知道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 大部分的Gas price是处在100到200 那有时候疯狂三四百 那高峰的时候七八百都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五万多 所以这个非常恐怖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因为这样的行为造成我们的整个生态的Gas 都变得相当高 那这边有另一个数据是说 当时的平均的Gas price是94k位 那它比当初的这个平均值多了大概500多倍 然后接着是输掉了也就是第二名 第二名其实也花了27.6k居位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数据也相当恐怖 就是你花了两万多G位的Gas 结果最后是失败了 那这花的成本其实也是很 也是相当大的 那第二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失败的MV Translation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套利行为 它首先先去Fresh Run接了88k的USDC 然后它总共花了1.5M的Gas 那花了将近6颗Eth在Fee上 但是它最终是因为Rung out of Gas的 所以它这个手续费 它这个交易就失败了 那就是因为它这个的套利的行为非常复杂 那它可能在套利机器人在算estimate gas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算到比较对的值 所以它最终就是虽然跑这么多 但还是失败了 那这个套利的行为应该是比它 预估想要花的Gas又再更高一点 那以当时的话它所花的几乎是10万美金 而不是1万美金在全社USDC 但它最终是失败的 那其实这个套利行为呢 最后其实也有人减去了 那它可能用比较聪明的方式 或是比较低的Gas Price 它抽取了4.15颗的Eth 然后它有3.75颗Eth是拿去花在手续费上 那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这个机器人中间的竞标 造成这个Gas Price的影响非常的大 而且也相当的惊人 就是有一点是我们平常无法想象的 就是这边给的Gas Price都是非常高非常高的 那这也就造成我们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的这个 这个整个疯狂的状态 那接着最后我们介绍FreshBot 那FreshBot呢它其实是一个研究组织 那它的宗旨呢是在减轻降低 这个NEV对整个生态跟系统 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跟减低它就是对这个系统的风险 那FreshBot呢它主要是有三个核心业务 第一个是FreshBot Core 那它是透过这个Private Channel 它建立一个Private Channel 让Miner跟Searcher之间可以沟通 那这个后面会再详细介绍 那第二个就是FreshBot Data 然后它们提供了一组的Tool跟API 让其他人可以更容易的去取得 这个NEV相关的资料 增加了NEV的透明度 那最后一个是Research 因为它们是Research组织嘛 所以对NEV的这个研究 当然是它们的重要的一个核心业务之一 那现在是FreshBot Core 然后刚提到它 它其实就是透过Private Translation Pool 加Sealed Bind的这个机制 来减轻NEV的影响 那因为我们刚可以知道就是 在以太坊 我们的交易其实都是送到公开的Memory Pool 所以它这边相对的就是 使用一个Private Pool 所以只有特定的人士可以进来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加入 你一般人没有加入这个网络 的话你就会看不到里面的交易 它其实概念有点像暗词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Sealed Bind 那这个是这个的是什么机制呢 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政府标案一样 就是大家在截标之前 在开在截标之前 你不会知道其他厂商出的价钱 A厂商不会知道B厂商出了多少价 那最后截标就是开奖 就是看价钱之后 那最终的话呢是有价高者的 那这相对于我们现在的机制 我们现在的机制就是 一样是价高者的 但是我们不是不是Sealed 就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看得到你花了多少GAS 所以它也可以再次 基于你的GAS再去价高它的GAS 好那接下来是介绍一些 这张表是FreshBuds 它们自己的一个比较表 那我们先看到左边这些的性质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是pre-trade privacy 那这个意思呢是说 你的交易在没有被打包出快之前 你的交易内容都不会被知道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除了Miner之外 Miner一定是都会知道你的交易 然后第二个是Failed trade privacy 那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 竞标是失败的 也就是说你出了GAS 比人家低 你竞标失败了 那你的Transession 也不会被公开出来 你的Transession 一样是在Private pool里面 不会被揭露 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 你实际做了什么事 那第三个是Efficiency Efficiency它其实讲的是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NV造成的Network 跟Chain的Conjunction 那它藉由这个Private pool 跟Sealed Bind的机制 可以减少了 这两个 可以应该说 改进了Network 跟Chain的Conjunction 所以它这边自己定义叫Efficiency 然后第四个叫做Bundle Mergent 那Bundle 其实是 FreshBar它自己 提出来一个名词 那Bundle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一组的Transession 然后后面会再解释 它其实就是 你套利机器人 把你要套利的那组 Transession包起来 然后包成一个Bundle 然后再送给Miner去出块 然后我们先停在这 我们先看前面四个性质 然后它比较了PGA跟Darkpool 还有后面就是他们自己的不同版本 第一个PGA就是Priority Gas Auction 也就是现在以太坊的Gas的竞标机制 那它所达到就是Permissionless 那它所达到就是Permissionless 然后Darkpool的话 它就是达到这个Private Trade Privacy Private Trade Privacy Private Trade Privacy 它都有 然后接着我们再接下来 介绍剩下三个的性质 第一个 这个是Finality Protection 它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是由Fleshbot的Miner 所出块的 所出的块 它有Finality的性质 也就是说它不会被Reorg 那接下来是Complete Privacy Complete Privacy 这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悬一点 它的意思就是 你的交易从头到尾 都不会被公开 就大家都不会知道里面的内容 甚至是Miner也不会知道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 ZK的成分进来了 但其实目前还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设计跟始作这一块的 那最后一种 最后一个是Permissionless 那目前他们是没有Permissionless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目前的Solution 是偏中心化的Solution 那我们看到Fleshbot它的架构 它的架构其实就简单来讲分三层 第一层是Searcher 然后中间是Relay 然后最后是 一样是Miner 负责出块 然后 好 那我们直接看进Searcher这里 那Searcher做什么事呢 Searcher其实就是取代 刚刚前面提到的套利机器人 然后Searcher就是去公开的 这个全Searcher pool 它去把所有可能的套利机会 打包成一个刚刚说的bundle 然后送给Relay 然后Relay最终再送给Miner 那Miner为什么要帮Searcher打包呢 因为Searcher在这个bundle里面它会付小费 然后这个小费其实就是刚提的机制就是架高者的嘛 所以如果你付的小费越高 Miner就会打包你的这个bundle 那Searcher要怎么有办法付比人家高的这个小费呢 也就是说你套利能力要比人家好 所以我觉得在Flashbot的理念里面呢 它觉得N1V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它就等于是把这个的程序给公开 或者是说合理化 然后也就是说你每个Searcher之间你要想办法自己竞争 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套利的机会 然后对Searcher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它其实主要就是做套利 然后对但是它送出去的这个小费啊 其实刚讲它是sealed bind 也就是说它送出去的小费人家不会知道 然后接着介绍是Relay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在最一开始的Flashbot的设计架构里面是没有Relay这部分的 是Searcher直接送Private的这个RPC 送给Miner然后Miner去打包 但是呢它设计的Relay这层是为了防止Dots的攻击 因为Searcher因为假设这个时候有一个恶意的Searcher 那它可能打包一堆就是无用的交易 然后送给Miner 它假如小费给的高Miner就会打包 所以这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网路的瘫痪 没办法正常的运作 所以它就是它们后来设计了Relay这一层 那Relay做的工作其实也是 就是相当相对来讲相对简单 就是它就是Verify Searcher进来的Transaction 它要验证这些Transaction都是成功的 不会失败 然后接着就是把一堆它收到的这些Bundle或Transaction Merge 然后最终再一起送给Miner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Relay的权力其实非常的大 它其实是收到Searcher的Bundle或Transaction 它可以自己再去做取代 也就是说它有这个权力去 它有这个能力去套利Searcher的套利 所以在Flashbar的官方是建议说 目前的Relay都是用它们官方跑的Relay 而不是用外面SearcherParty的 不然你就很有可能会被套离 会被攻击 好那我们最后来统整一下 就是我们刚提到Flashbar Core是利用Private Pool跟SearcherBind 那Private Pool的话它其实是透过这三层的机制 就是由Searcher去套利 Relay去验证 最后Miner去打包 那这里有写一个nev-geth 这个就是 geth就是Golain版本的node 那nev就是 他们这个nev-geth就是Flashbar他们所 他们fork geth 然后去做一些更改 去支援这些private的RPC等等的行为 那第二个部分是SearcherBind SearcherBind 就是说 以现在的竞价机制就是价高者的 那大家可以互相知道 那透过这个SearcherBind的话 你不会知道彼此的价格 你也没办法再做进一步的 就是套利别人的套利 那第二点就是 因为它只有最 价高者的bundle 或是translation会被打包 那其他人就是失败 就是你竞价失败的这些translation 也不会被 因为你竞价失败 也有隐含者 就是你的translation也有可能 如果一起被打包进去 也就会失败 就造成刚刚Alice的那个行为 所以它这个机制也防止了 就是如果你竞价失败 那你的translation也不会打包进来 所以进了就是增加的 这个效率 就是我们的区块里面 会 的这些失败的交易会变得更少 然后 对,然后 其实今天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 然后 这边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FreshBud 它其实是合理化 套利的这个行为 但是有另一方的人觉得 你不应该鼓励这件事 你应该是想更好的机制 让别人是不能套利 他们觉得套利是不可取的 所以有另一派就是他们 发展了Fair Ordering 就是 你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排序 是用某种机制的 有兴趣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然后最终这是我的reference 然后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谢谢Kimi的分享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找讲者交流 或者是在HackMD上来做讨论 下一场议程会在1点45分的时候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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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